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夏天真的很熱 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到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邊 去海邊 雖然音沒有很準 但是我們的意思已經到了 就是夏天已經過了一半了 很多人不去海邊總要去游泳池 但是你知道嗎 經常去海邊或游泳池的時候 好像總會發生一些問題 關於耳朵 眼睛 或是你私密出了一些問題 皮膚的問題 到底要怎麼樣去預防 如果我們碰到這些 在海邊或游泳池 因為游泳而產生的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處理呢 請到剛剛唱了 一句話的三位專家 當然有的人去海邊或去游泳池 最翁之翼不在酒 可能是要看帥哥或看美女 請問一下對於游泳這個部分 三位有沒有什麼經驗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來 王醫師 其實我是很怕去游泳的 因為我小時候 曾經去某個水池玩 差點有溺水 所以後來之後 大概國中 高中 只要有機會去同學 大家出去玩 大概我都不太敢下水 所以我在旁邊負責烤肉 所以我練就一身 烤肉的好成力 所以在游泳的這些問題 基本上我比較不會遇到 但是雖然我不會游泳 但是我的小孩子 我就覺得說 在台灣一定要學會游泳 是 像我的小孩子 基本上游泳的技術 都滿不錯的 我女兒甚至國二 現在連蝶式都會 好棒 所以基本上 其實爸爸不會的 或許都有覺得女兒 在此方面還不錯 你應該陰霾也要解除了吧 不過這個孔水的症狀 其實我花了快兩年多的時間 才克服 現在是只能下水 但是一定要有人在旁邊保護我 好 活著真的我覺得 你現在是女兒保護你了 可是我女兒常常把我放棄 她就進去游她的 然後她都不理我 所以我還是很害怕 OK 那羅醫師呢 游泳的 的確都是一個很好 美好的回憶 我們慢慢看 王醫師這樣 都有點年紀 就是記憶跟回憶 記得以前大學的時候 游泳的時候 就覺得 可以展現自己的那種體力 傲人身材 沒有 沒有傲人身材 就體力好 就是說 在游泳當中 會想做一些特別的動作 譬如說跳水 有一次 跳水 對 因為有時候 沒有蹭著桿子下去 直接跳下去 有時候就滑 游泳池之後又比較滑 就像滑倒的經驗 反而就輪為大學的笑柄 就是你要跳水 本來想要優美的跳水 結果就滑倒了 對 結果整個 那女生有嬰兒覺得你很可愛 喜歡上你嗎 從此這兩三年 也不太好意思講話了 就是耍帥 不過像我禮拜六也去游泳 帶著兒子 像他飄在水上面 他覺得當父親的驕傲 這個王醫師沒有享受到 有點可惜了 其實我也不太會游泳 這個也要比 你們中醫區 怎麼那麼奇怪 沒有辦法 這是親情 恩親的親情 OK 對啊 其實每個人在游泳 其實都有些趣事 對 像我自己 我是在 你會游泳嗎 我會游 好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曾經想要學游泳 就是我之前並不會游 因為我在南部念國高中 南部沒有那種游泳池 學校並沒有游泳池 以前設備有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在大一生大二的時候 在教育部打工編雜誌 然後高教師旁邊 教育部旁邊有一個國小 那時候就貼了一個海報說 可以招生 然後一個學期兩個月 一千塊錢 一千兩百塊錢 你是學生證的話 然後我就去報名 很開心我就去報名 因為那個在教育部打工 編雜誌也沒有管時間 結果我就去 第一次游泳的時候 他就分說會游泳的 跟不會游泳的 然後不會游泳又分 你不會游泳又怕水的 我就真的不會游泳怕水 我就被派到那邊去 然後第一天就是開始 只是用手滑水而已 你知道那個變態的教練 第二天 他就教我們所有的 不管你會不會游泳 因為我們今天會學水母飄 不管你會不會游泳 一蓋跳水 然後我那時候也才十幾歲 然後也就聽了 你知道 可是其實我是怕水的 跟王醫師一樣 我是怕水的 然後我雖然沒有滅頂過 但是我對於水這種東西 我還是很害怕 越晚學游泳越不容易學 就是因為你害怕 結果後來第一次 我就真的傻傻的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那種 一剎那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從四面八方灌上來 真的嚇一跳 然後當天晚上我回家做夢 夢到那種怪獸在追我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夢到怪獸追我呢 其實 而且那個非常清楚的夢 是怪獸追我 追到我醒過來 然後那個教練就說 一定要學會游泳 游泳不稀奇很容易就學會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爬著那個樓梯下去 太低了 一定要這樣從游泳池 這樣跳下去才叫帥 才叫會游泳 結果後來那小朋友都不怕什麼 咚咚咚咚 跟下餃子一樣都下去了 結果我就想到說我不要 你就被踢下去了 沒有 沒有 就站在游泳池邊的時候 我考慮了兩秒鐘 我跟那個老師講說 我不跳水 他說不行 一定大家都要一視同仁 每個人都跳舞式 我說那我不學了 我一千二送給你 我就走了 一直到出來跑新聞的時候 又跟一群新聞同業去學 才學會 是 所以小時候也是有恐懼的 對 而且是 我還不是小時候恐懼 是大學的時候被這個教練給嚇到 對 好 所以每個人都有這個在泳池邊 或者在海邊的經驗 但是我們去游泳的時候 一定有一些事情要特別注意 還包括了可能會有一些感染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包括哪一些 游泳可能引發的感染問題 包括眼睛的疾病 耳朵的疾病 鼻子的疾病 我們來看到咽喉的疾病 皮膚的疾病 還有腹科的疾病 我們從第一個疾病 眼睛的疾病來看 當然就是想到游泳 眼睛的疾病就是紅眼睛 紅眼睛 這個紅眼睛有可能是睫膜炎 也可能是角膜炎 也可能是因為 對水質引起一些過濾 當然也可能一些水質不乾淨 其實今天我們現在去游泳池 大家都注意到說 其實一般室內游泳 有幾個標示大家要注意 第一個它會告訴你 室溫 用池裡面的溫度 第二個是水溫 第三會有個叫魚濾 就是它本身用那種 漂白水這種濾去消毒的話 它會有個魚濾的標示 它必須在濾燈的範圍之內 如果在濾燈的話 比如說芝加游泳池 它的消毒重要是OK的 所以你去游泳的話 除了你本身的體質 比較過敏的人 可能會對濾產生過敏 產生紅眼之外 它本身的消毒是完整的 這樣得到紅眼的機會 就可以減低很多 像剛剛紅眼 王醫師你有說 它有可能是對水的過敏 也有可能是睫膜炎 角膜炎 它只要是眼睛有紅的狀況 他就應該要趕快去看醫生嗎 其實我們常說 如果說你已經到了 第一個 你可能游完泳之後 可能超過差不多兩天 還有這個症狀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本身有些黃色的分泌物 或是你本身 眼睛會有一些刺痛感 因為我們不知道 其實紅眼如果說 你本身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直接燒癢的話其實還好 可是如果影響到角膜的話 它本身會有那種異物感 刺痛感會覺得滿明顯的 而且如果說 有一些味光的現象的話 可能持續超過了兩天之後 可能要請眼科醫生做檢查 來處理會比較好 有沒有就是說 還沒有去看醫生之前 我可以在家裡怎麼樣處理的嗎 比較簡單的方式是 你可以準備 一般會有準備那種 家裡可以的話 準備那種小罐的生理食鹽水 把它冰在冰箱裡面 常常說你把單包裝的生理食鹽水 拿來點在你的眼睛 因為冰的 它本身是生理食鹽水是乾淨的 但是冰的話 它對眼睛有一些收斂的作用 你稍微打開一罐 點個一兩次 發覺症狀有改善的話 其實你的問題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就比較適合眼科的一生 所以通常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引發眼睛的感染 剛才王醫師有提到 一般我們在游泳的時候對 因為我們眼睛 它是很敏感的一個器官 尤其有一些異物 或是一些病原體 對我們眼睛有影響 剛才王醫師有提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常見就是 叫做急性結膜炎 就是我們眼白的地方會紅腫 假如你發現兩三天以上 王醫師有提到的 繼續紅腫 甚至有這種味光 這種分泌物比較多 甚至會刺氧痛 就是急性結膜炎 可能就是要找醫生治療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 這種流行性的角膜炎 就是我們的 瞳孔症中間 黑的這一塊 就容易發炎 角膜炎 一般是病毒引起的 就是說角膜炎 這一塊要注意 這個沒有至少 角膜炎比結膜炎嚴重 角膜炎比結膜炎 絕對嚴重 因為我們的角膜 基本上它本身 它的神經反應是比較敏感 但它本身血液供應比較少 所以我們說基本上移植角膜 是不需要做一些排斥反應 可是如果你角膜受傷的話 它的復原是非常的慢 真的有可能是不可以復原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其實如果掉到角膜炎的話 它本身會味光 會很刺痛的感覺的話 基本上這是要積極處理 否則如果造成角膜溃爛之後 有可能會嚴重 第三就是我們常見的叫殺眼 它是一元體的感染 這個也是我們常見的 這個確定游泳玩 眼睛乾涉、癢痛 絕對不要去揉眼睛 這樣特別重要 所以在剛剛王醫師有提到 我們一開始使用 可以用一些人工淚液 或生理實驗 先衝衝眼睛 尤其你有這種近視的時候 這種甚至高度近視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你的眼睛的保護 絕對不要戴隱形眼鏡下水 這樣 因為那個綠也會 沾黏到隱形眼鏡上面 這都很重要的 所以不能戴隱形眼鏡下水 對 剛剛那個 我們羅醫師提到 那戴隱形眼鏡下水 因為我們台灣人 都幾乎是眼鏡王國 對 然後有些人 當然有兩種狀況很不OK 第一個就是 你戴隱形眼鏡下水 第二個就是 你不戴蛙鏡下水 這兩個狀況都不太OK 剛剛王醫師已經講了 裡面除了綠之外 還有好多好多 你看不到的細菌在裡面 別人的細菌也在裡面 所以你的眼睛是很脆弱 你也不知道你隔壁水道 是不是有香港腳 對 黴菌就進到你裡面來了 然後隔壁萬一很沒有道德心 它有性病的也在裡面 就是你很難想像到的 可能的細菌也都在游泳池裡面 然後你濾架太多也在裡面 你也會刺激到眼睛 所以盡可能還戴著蛙鏡 還是有保護的作用 是 好 所以游泳戴蛙鏡 是必要保護眼睛的一個方法 對 如果你起來之後 你發現眼睛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又沒有去看醫生 發現家裡有好幾瓶眼藥水 可以拿來亂點嗎 尤其快感冒 你感冒症狀 你有呼吸道的症狀 盡量鼓勵不要去游泳 因為你在游泳當中 這會連著耳煙管 可能對你的耳朵就有影響 一般耳朵 因為裡面積水它會 又加上耳屎的話 它會鼓起來 會黏在耳膜上